CS上来中的一个系列 双面神 每一把武器在变身之后 可以说是硕歪歪 但有一把武器完全不硕 甚至有点弹疼 但是非常有潜力 再一个Genus-9 武器为近战 左键向前A两下 距离很短 不推荐使用 当左键A两下之后 会开启右键 右键向前方轮一下 攻击距离较远 伤害也高不少 如果关王后续开放强化 或开放配件 个人感觉会很强 那到底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h yeah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徐 灾厄 Genus-9 这把近战武器 也是目前小徐 感觉非常有潜意的 一把武器 如果后续开放加强 或者说开放配件 它的强度应该不会逊色 然后这把武器的话 它攻击模式也非常简单 左键分为2A 1 2 2A A完之后的话 这把武器上面 多了几根尖刺 有这个尖刺的状态下 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把武器的右键了 它右键的话 是向前方甩一下 远程和伤害 都大幅提升 而如果没有刺的情况下 右键是甩不出来的 你们看 我右键按了按了 都按不出来 好吧 我们的话 这局就试一下 这把灾厄 Genus-9 它的话 在生化之中 也是能随机出来的 生化之一 一级就可以起枪 所以说个人感觉它强度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一般般 但是哪一天如果它开放强化了 我个人感觉还挺强的 来 1 2 有剑 1 2 开溜 我们的话 要玩这把武器 要有点战术 之前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认为这把武器 它潜力很大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自己玩 我发现房间里面 有个人 拿这把武器 啪啪啪 直接level 那伤害太恐怖了 然后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 确实如此 有点小猛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把武器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它毕竟是一把近战武器比较短 我个人感觉我们还是要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用它 就比如刚才那个情况 我们就不能猛过去 是不是 我们就需要用主武器或副武器打一波伤害 然后我们再猛过去 对不对 这样子来了 左键 1 2 开我开六 一下右键 一只 1 2 右键 哇呼 到我跳 走了 各位走了 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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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过 贪而不思则淡 思而不血则淡 开局双杀 各位 伤害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两挥 砍了两万的伤害 大概开六之后的话 右键是一下 一万左右 伤害还是挺高的 来我们稍微稳一点 这样子没血了 1 2 右键 1 啊 失血各位 失血 哇 这武器难用就难用在他左 他右键 你必须得挥了他左键 他才能用右键 不然用不了 如果刚才我们直接用右键 我说实话 直接 直接把他屁股都盖烂了 真的 这局的话呢 我们要尽量和僵尸保持好身位 我个人感觉这把武器要用 就用他的右键 左键我们就直接舍弃掉了 我们不要用他左键了 直接用他的右键 我们在打僵尸之前 我们先斩一个右键 然后呢 我们得打僵尸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战术 我们不要用这个武器的左键了 不要急 1 2 开会快6 一下右键一个 1 2 两下 没死 没关系 主武器拿出来 不贪各位 不贪 1 2 再见 虽然说前两集我们很狼狈 但是从刚才实战的表现中 大家也不难看出 这855他潜力真的非常大 右键能够到达1万多一下开6 那么如果后续官方开放一个配件 我们装个刀锋加吸血 或刀锋加一速 哇靠 我不敢想这把武器有多爽 各位 左键卡卡 刀锋 啪 爽烂 各位真的是爽烂 说实话 开局小母体 左键 1 2 左键的话呢 大概是三四百的一个伤害 伤害比较的低 不过如果打背身的话 小区也撤过 大概有1000多的一个伤害 也还可以 这局的话呢 我们主动出击啊 稍微往外面浪一下 然后用我们的副武器和主武器 把这样定一下 然后我们再拿出我们的这么一个近战武器去垂机 主要它还是这个问题啊 需要有个前摇 前面两下 A两下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玩一些烧套路了 钉钉 来拿出来 啪 啪 对吧 但是这把武器有个前摇就很难受 是不是啊 我们必须要把前摇打出来 这次需要我们队友的帮忙了 来 让队友帮忙打 1 2 右键 1 2 开5 开6 1 2 哇操 1 喂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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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刚才我们那个右键 没了 你们看到没有 太 时间太短了 它 左键两下 三秒钟 1 2 3 啪 这次就收回去了 太短 如果它来个5秒钟 我要说 强很多 太短了 刚才 哇靠 我那么完美的一波5 6 瞬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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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搞笑了 1 2 别抓我 干嘛 别抓我 1 2 飞机 让队友先进来 1 2 我们不能卖队友 1 2 开6 一下 啊 我真的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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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我真的是服了 我真的是服了 才是服了 我真的是服了 哈哈哈哈 她坐啦 灾鳄 的话 她也是 双面神系列的唯一把 近战武器啊 我觉得双面神系列挺可惜的 好像我觉得是没有狙啊 那是听可惜的啊 近战武器都有 可惜没有狙 然后这把武器的话呢 我记得没错 当年是在商城里面售价 大概80多块钱吧 我记得没错的话 具体时间太长了 也有点忘记了 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第七局的话 我个人感觉压力有点薄大了 各位压力有点大了 右键挥一下 一刀 两刀 开屋开料 别急 谁在堵我 这队友真讨厌 还堵我个 我还以为我要被抓了 不要急 后面有僵尸了 我们要找准时机 一 二 就这个人上去抓的我 各位 就侧面这个人 上去抓的我 一 二 垫着好 把他给垫住 嘿嘿 主武器 没僵尸 好 黄魔子弹 一 二 哎呀 差一点 各位差一点 一 二 开个六 右键一下 六千我去 一 二 他左键 距离好短啊 又短 伤害又低 这说白了 这把武器又是打右键 各位就是打右键 就相当于这把武器 他左键两下 就是用来开启他右键的一个阀门 开了之后 就牛逼了 不开就是多shit 我说实话 真的 左键稍微点一下 全部都定住 然后打残 然后我们再上 好 差不多了 一 二 开我开六 右键一下 一只 一 二 六键两下 一 二 走了 不贪 各位 不贪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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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千 一千千 赶紧去 一千千 我助武器还没子弹了 点住 点住 好 金虹双蟹果然还是当年的神啊 各位 到现在的依旧是这么好用啊 一 二 有剑 帅 五千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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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各位 走了 他竟然不抓我们 那我们这局要活到最后 各位 我们就活到最后 让他后悔他没抓我们 好吧 如果这局他不抓我 那我们这就无敌了 区区几个小bot 各位 你们觉得他能抓到我吗 不可能好吧 咔 咔 咔 建个补给箱 吹风机 一拿 来呀 来抓我呀 一 二 区区几个小bot 各位 你们觉得他能抓到我吗 沉着冷静 不要慌 不要慌 沉着冷静 冷静 让自己的内心 你这让我冷静个屁啊 气沉丹田 一 二 卧槽 你们看到没有 各位 真的可以 刚才一锤子打了15k 我靠 真的很恐怖 伤害 各位 真的很恐怖 我靠 我操 开5开6秒了 直接就 好的各位 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 差不多也到这里了 这个灾厄 今天是杠酒 小徐个人感觉 这把枪依旧是一把潜力 非常大的武器 他有一天开放配件 或者说开放强化了 绝对很厉害 好吧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呢 他的强度 如果你能随机出来 也能用一下 再生化这些前两局 超过第二局 就不要去尝试了 然后他的武器的话呢 既然用右键 不要用左键 左键的话呢 很容易暴毙好吧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各位 拜拜